进出研究大楼上班 中研院确诊同栋员工 今天终于复工 不过染疫的七楼P3实验室 相关人员一样在居家隔离 我们基本上七楼都管制非常 不是做实验的人是不能进去的 那现在当然就是按照中心的规定 少许啦 但是应该还好 复工保持平常心 不过院区已经进驻机动 筛解站和疫苗接种站 甚至推动打莫德纳疫苗 再送百元礼券 北市也同步要求 辖内八千P3实验室同仁 都要注射第三剂疫苗 染疫风暴后续动作不敢轻呼 不过中研院女助理到底怎么染疫 中研院院长在立院被询这样说 翻盘日前调查结果 确诊者只操作过 嘎马案阿法小鼠 这名女助理似乎也有操作Delta 中研院秘书长也证实 这名染疫助理只戴了一层手套 不符合SOP 不止没戴双层手套 中研院调阅监视器后 也发现穿脱隔离衣不符规定 三人离开P3实验室 于储物室卸除个人防护装备时 个案卫衣流程进行 个案为新进人员 人在训练当中 疑似未得到足够的操作 说穿的就是训练不确实 这名女助理五月到职 八月就到P3实验室工作 中间只有三个月时间 未然中研院规定 要有一年训练期 帮老鼠换电料 或者是植物这一方面 那这一位被感染的助理 实际上他所负责的 就是后者 女助理染疫 索性没有向外扩散 但中研院内部 发生什么问题 已经成为外界检讨重点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